看到廢棄物出現史上最重的罰則 得關十年 高雄僑同地方法院 重判非法廢棄物集團的郭姓首腦 關鍵在於他的手法相當的惡劣 租下了十二出的廠房 大量堆放廢棄物 當中還有有毒或易燃的危險物品 這讓廠房地主無力善後惡性重大 另外二十四名的共犯 也分別被判處八個月 到六年六個月不等徒刑 這間廠房堆植的不是座椅機具 竟然是滿山滿谷的廢棄物 連在裡頭行走都有困難 高雄簡警聯合環保局 2018年破獲環保蟑螂集團 首腦之一的郭姓男子 手法相當惡劣 乘租全新廠房 卻運來大量油桶電纜 或是五金廢料等廢棄物之後 仍舊消失神隱 十二間廠房受害 現在法院判決出爐 創下治安史上 亂丟垃圾最高判刑記錄 法律制裁後 對這些受害房東來說 依舊苦不堪言 兩年過去了 實際回到現場垃圾都還在 嫌犯為了賺取幾百萬的黑心錢 卻累得這些房東 最高得面對上千萬的清運費用 無原則上環保局這邊 還是會先針對犯罪人的 這個因清理的一個責任去做追究 那如果這些都沒辦法去追究 最後才會追究 依照廢棄法七十一條的部分 才會要求地主 這類廢棄物通常需要專業處理 否則容易有污染問題 要是發現住家旁工廠出現異狀 可以向相關單位檢舉 別讓環保蟑螂囂張狠狠行 華視信 黃運富 謝玉欣 許敬一 高雄報道